主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愿你我今天继续借主的话 立上加力为主而活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 为了爱主 看自己是死的 演播多佳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从亚当遗传的 亚当怎样 凡从亚当生的 也是那个样子 但是现在 我们成了属基督的了 我们得着新生命了 我们的肉体还在 我们现在的身体 我们接受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 有了新生命 我们再把自己奉献给主 作为义的器具 我们今天也要把自己的身体 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主 做义的器具 什么叫义的器具 就是悔改 不要再犯罪 让主做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顺服主 要活出神的道来 而耶稿基督 就是神的道 那么 我们为什么 活不出来呢 因为 我们常常的 还是顺服肉体 怎么才能 不顺服肉体 你要想 不顺服肉体 就因着爱耶稣 因着顺服神 从现在开始 彻底悔改 怎么悔改啊 耶稣既然为着爱我 替我死了 我为了爱主 也要看自己 是死的 再不体贴肉体了 我要体贴神 人都想体贴肉体 都愿意走世路 都愿意顺从肉体 你不爱主 当然就体贴肉体 但是 你爱主 就算我再不愿意 我肉体再不高兴 我为了神高兴 我要舍己 背十字架 这就叫 向自己死 这是 得胜的道路 什么时候 脱去肉体 什么时候 就活出基督 你现在 活得不像耶稣 那都是 亚当的反应 爱主 就不能 顺服旧生命 同样 爱肉体 也不能 顺服神 你里头有 两个王 这是一种 属灵的征战 你愿不愿意 将来 耶稣再来的时候 能够被提 改变形象 和主荣耀的身体 相似呢 如果愿意的话 如果想 将来 改变形象 向主 现在 就要向主 虽然你信了 耶稣 但是 现在 你还是 像亚当 活在肉体 当中 和别人 一样 你现在 要像基督 要活出 主的样式来 就得 处处 对付 自己 十字架 的道路 是通向荣耀的 唯一道路 是 先受苦 后得荣耀 今天 你体贴肉体 就是死 将来 这个必死的 不能承受 不死的 你现在 要像基督 你就不能 体贴肉体 你要体贴圣灵 主耶稣 在世上 就是体贴圣灵 顺服圣灵 体贴 父的信仰 主耶稣 在世上 顺从圣灵 你今天 也要顺从圣灵 你现在 不改变 将来 怎么改变了 你现在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现在顺服基督 将来 肯定 像基督 现在 你活得像魔鬼 像亚当 像不信主的 你想着 耶稣来的时候 一下子 变得像天使 像基督 这 不符合逻辑啊 现在基督 在我们里面 将来 当基督 显现的时候 我们 敞着脸 荣上 加荣 如同 从主的灵 变成的 当我们 遇到 主的显现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刹那之间 要改变 肉体 是必修坏的 你现在 追求 必修坏的 体贴 这个必修坏的 那么将来 你怎么承受 那个不修坏的呢 现在 你顺从 那必死的 体贴 那必死的 将来 怎么承受 那不死的呢 必死的 不能承受 不死的 必修坏的 不能承受 不修坏的 王三元牧师 正道斋鞭 与大家 共勉 不修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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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坏的